梁白开,大事不好了,快来医院,你爸妈出车祸了,很危险 姑妈,我这就向老师请假 梁白开从学校飞奔到医院 看到了浑身是血的爸爸妈妈正在急救室里抢救 爸爸当场身亡 过了一个小时,医生急救室里走出来 告诉家属妈妈也不行了 让家属最后去看妈妈 梁白开跌跌撞撞跑进急救室 大哭着来到妈妈面前 一同在床前的还有妹妹 妹妹的喉咙都哭哑了 妈,你可不能丢下我和妹妹啊 孩子们,爸爸妈妈不能陪你们长大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 其实你和你妹妹不是我们亲生的 都是我抱养的 有一次我怀孕意外流产 流产时大出血 为了保证我的生命 医生不得已切除了我卵巢 使我无法生育了 白开,你是我2002年2月份抱养的 妹妹是我2008年12月份抱养的 孩子,我们不在了 你是哥哥 一定要照顾好妹妹啊 如果能找到你们亲生父母 代替我来照顾你们长大就好了 妈妈爱你们 永远爱你们 妈妈,我不要我的亲生父母 我只要你们 你不能丢下我和妹妹啊 可是妈妈用尽了全身力气对梁白开说出了最后的心愿 就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人梁白开和妹妹怎么哭泣 妈妈也永远都不可能醒过来了 就这样兄妹俩又变成了孤儿 此时的梁白开16岁正在上高一 小妹刚好10岁正在上小学4年级 办完父母的后事后 两人相拥而弃 不知道该怎么办 白开,你爸妈都不在了 以后你们要怎么办呢?姑妈想帮你们找亲生父母 可是寻找起来很难 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 姑妈也想收养你们兄妹二人 无奈家里还有你表弟表妹 我和你姑父一起开了一家小吃店 实在难以维持生计 我想把你妹妹送到福利院 梁白开听到姑妈说要把妹妹送到福利院 立马哭着向姑妈求情 姑妈,我不上学了 我给你们当学徒,帮你们挣钱 只求你们别把妹妹送走 我一定会努力地干活的 绝对不给你们惹麻烦 哎,我苦命的孩子啊 姑妈也逼不得已 姑妈也不是铁石心肠 我答应你 只是委屈了你 从那以后 梁白开就退学了 在姑妈店里当伙计 妹妹的学业得以继续 既然离下的孩子成熟得早 哥哥善于茶颜观色 手脚勤快 里里外外都是干活的能熟 在家里像大人一样地关心妹妹 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妹妹吃 晚上还偷偷地跑去KTV当服务员 挣钱给妹妹买学习资料和学习用品 有了哥哥的精心守护 妹妹的童年还是快乐无忧的 八年后 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被武汉大学录取了 太好了 妹妹你果然是最棒的 哥,谢谢你 我有今天都是因为你在后面默默地付出 我听姑妈说你为了我才放弃了学业 哥,我舍不得你 傻丫头,哥陪你一起去武汉 哥打工供你上学 为你挣学费 哥哥,太好了 你说话要算话 哥在哪家就在哪 就这样 哥哥和妹妹一起来到武汉 可男孩没有文化 打滴都是最苦最累的活 月薪也只有3600元 为了怕妹妹担心 说是在工地做保安工作 工作很轻松 星期天学校放假 妹妹买了哥哥最爱吃的饺子 去工地看望哥哥 他远远看到哥哥正推着钢筋车在工地上来回穿梭 身边几十米的建筑物上时不时的砖块等杂物散落 他的心就紧了 哥,咱不干了行吗 这份工作太危险了 哥没有文化 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样的工作 哥,你去读技术学校吧 学一门厨师 这样找工作比较容易一点 我去申请助学贷款 你不用为我的学费操心 哥哥通过深思熟虑以后 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一技之长不是长久之计 而且挣不到更多的钱 最终同意了妹妹的建议 哥,我已经帮你报了烹饪学校 学费三千块钱 我已经帮你交了 是你平时给我的 我省下来的钱 钱的是你不用担心的 我还找了两份比较轻松的家教工作 我还可以到学校的餐厅去做小时工 都能挣到钱 好的 妹妹,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为了不辜负妹妹的苦心 也为了不让妹妹操心 梁白开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 一年后 妹妹,哥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哥哥已经考上了中级厨师证 应聘到大酒店当厨师 工资有一万两千呢 恭喜哥哥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生活在这对苦难兄妹面前 展开了美好的画卷 让他们对未来充满憧憬 半年后 哥,你是不是有个女同事叫小丽 长得挺好看的 对呀,你怎么知道呢 她今天找到我 请我吃饭了 她是不是喜欢你 是的 但是被我拒绝了 哥,你也不小了 可以考虑找嫂子了 你这小丫头 哥的是你别操心了 等你找了对象我再考虑 自从小如考上大学后 梁白开发现妹妹突然间成了大姑娘 她感觉自己对妹妹的感情产生了变化 妹妹听到了哥说不喜欢小丽 心里却有点欣喜 不料好是位置 或是先行 工作的时候 哥哥突然晕倒在酒店 同事紧急送她到医院 经过检查 梁白开是肝癌晚期 梁白开听到这犹如情天霹雳 很快又冷静下来 决定向妹妹隐瞒病情 丫头,我最近要回老家一趟 去看看姑妈 你周末放假就不要来找我了 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好地哥 我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 好多大公司到我们学校招聘 正在犹豫选择去哪个公司 哥哥相信你的眼光 你喜欢哪个公司就去哪个公司上班 哥哥都支持你 哥哥假装开心地表示庆祝 可挂掉电话时 却已泪流满面 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他不想扔下妹妹 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决定回老家帮助妹妹 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哥哥多方打听 终于打听到了妹妹的生母 原来妹妹的生母 是未婚先孕生下的 他遭男友抛弃 只好送人 哥哥联系了妹妹的生母 请问你是刘阿姨吗 是的 请问你是谁 梁白开急忙从包里掏出妹妹 被抱来时穿的几件小衣服 你是他什么人 他现在还好吗 我是他哥哥 我们小时候养父母双亡 他吃了不少苦 但是现在苦尽甘来 妹妹明台大学毕业了 很有出息 马上就要进大公司上班了 阿姨 你还愿意认他吗 我也不求别的 我只想让我妹妹知道 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最亲的人 知道他过得好 也就心安了 至于认亲 还是算了吧 我现在有个很幸福的家庭 也有一个儿子 我不想打乱我的生活 因为此时与小力相认 肯定会引起家庭动荡 阿姨 我能理解你的想法 阿姨今天来找你 我有迫不得已的原因 我得了绝症 活不了波久了 阿姨 我和妹妹相依为命二二年 我不能抛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 所以才来找你 孩子 难为你了 处处为小力考虑 我这个亲妈有愧呀 还不如你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 我愿意认找个时间见面吧 梁白开立马告诉了妹妹 丫头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找到你亲妈了 你怎么会突然找到我亲妈 不是说好了 等我们有条件的时候再找吗 你现在长大了 早一天早比晚一天好 总得有个家吧 那你呢 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找 我也找了 但是没找到 以后再说吧 哥 有你的地方就是家 我这辈子有你一个亲人就够了 梁白开的心 痛彻心扉 泪水悄然滑落 半个月以后 在哥哥的安排下 小力从武汉回到了老家 和妈妈相认 嗨 女儿 妈妈对不起你 从小时候知道 养母不是我亲生母亲 我就特别想知道 我的亲妈妈到底长啥样 妈妈一把拉过小力 抱在怀里 母女俩相拥而弃 女儿 你有一个好哥哥 如果没有他 我下不了决心和你相认 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让你知道 虽然你的哥哥告诉我 要让我瞒着你 你哥是得了绝症 怕你一个人孤苦伶仃 所以才费尽心思找到我 女孩听到后 觉得天要他了 流着眼泪飞奔到哥哥的家中 可是哥哥已经搬离了出租房 只留下一封信 丫头 哥哥已经帮你找到亲妈了 从此这个世界上 你又多了一个亲人爱你了 哥哥相信你有能力 靠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 哥哥这些年累了 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 悟念 妹妹嚎啕大哭 感觉全世界一气了她 不知道要怎么办 哥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你以为帮我找到妈妈 就能代替你了吗 没有了你 你让我怎么办哥 你等着我 天涯海角我都要找到你 和你在一起 没有你的地方 哪有家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内容有点长 但真的很感动 一对孤苦的兄妹 最后结局会怎么样 最后相爱在一起了吗 未完再续 下集更精彩 车